接下来马上到了端午节 如何吃粽子吃的健康 花莲卫生局社区健康推广中心 日前在远东百货举办 2023花莲豪谷粽子竞赛活动 邀请的是三乡镇的社区妈妈志工来包粽 而最后选出冠军傅礼箱纵向天下队 期盼推广每餐至少三分之一全股 以及未精致的杂粮均衡饮食概念 也行销花莲在地的农产品 端午将至一颗传统肉粽约是一碗六分满的饭量 为了推广每餐至少三分之一全股及未精致杂粮 均衡饮食概念也行销在地农产 花莲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周末于远东百货花莲店 举办2023花莲豪谷粽子竞赛活动 13乡镇社区妈妈志工及农会家政班 各自运用花莲在地优质谷类来包粽子 在地食材的比例都非常的高 只是说有的五类的东西 它需要的是给它熟成的时间 就是盖面被纯瑶店 要分开来 这样会比较好吃 然后比较可惜的是 本来我们有一组 我们要把它跳拖起来 它的那个山苏的非常的特殊 可是就是它的食材变成没有熟 没有熟 这一集真的很可惜 在古代吃粽子 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来源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 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好 每天吃大鱼大豆 其实身上的胆固醇 身上的血糖等等的都偏高 所以我们在今年端午节之前 我们为了推广一个健康的种子 所以才举办这样一个活动 摄食谷类食物 成为我们的主食 是我们今年 国健署对营养在推广的一个主轴 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目前都吃精致食物 那精致的米 那精致的淀粉 那等等这些精致的这些骨类食物 那常常会引起我们身体面 血糖快速的变化 而这变化呢 常常就诱发了我们的糖尿病 那也因为这些精致的骨类食物呢 那到来我们身体面会在血管堆积 成为胆固醇 所以也很容易造成心血管的一些疾病 包含新层子地瓜 吉安芋头 酌汐小米 及富里有机黑糯糙米等 都成为种子馅料一部分 五位评审也从各主提发 挥和各主手艺中选出前三名 冠军由富里香 纵享天下队夺得 亚军式玉里镇 季军式万荣香 人气奖则由瑞瑞香获得 前半透过端午活动 提醒乡亲要吃的健康 减少冠状心血管疾病 第二型糖尿病 以及大肠治疹癌的风险 记得蒋帮烟火理事报导